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回到了我家門前的小墓園 這個小墓園至今為止 依然只有一個墓碑 所以我們練功的速度相當的緩慢 今天這集 汪汪將會打破這個僵局 就是說 汪汪私下的時候 多獲得了四瓶這一個 可以製作這個墓碑的 靈魂瓶子 來跟各位聊一聊 汪汪究竟是如何獲得這個 超級稀有的靈魂瓶子的 打開我們的成就列表 往下拉一拉 就能看見這個黃金十字架 汪汪是解到兩個特別的成就 分別是把十隻善良的村民 變成我們的殭屍村民下屬 以及 馴服一隻路邊的不死生物 他們各會給我一個 靈魂之品 那其餘兩個呢就是 我們之前不是有獲得了大量的 失眠藥水嗎 汪汪為了測試他的效果 我就在三更半夜的時候 喝啊喝啊喝 夜妹就跑出來了 我們稍微等他一下 結果等到早上了 夜妹都還是沒有跑出來 真是爛透了 總之呢 汪汪現在 我可以跳得很高 對不對 汪汪就高舉鐵鍊跳到天空 把夜妹給拖到地板上 瘋狂的毆打他 他死了之後 就掉這個靈魂瓶子了 阿激勵不是說 百分之百 打死夜妹就會掉落 但總覺得 起碼比殭屍還有骷髏 容易掉 汪汪至今打殭屍跟骷髏 都沒有掉過這個靈魂瓶子 但是打夜妹打了十幾隻 就掉了兩瓶 總覺得機率真的比較高 現在我們多了四個靈魂之品 汪汪就可以繼續來擴建 我沒什麼屁用的小墓園囉 再來複習一下 除了靈魂之品之外 我們還需要 灰白大理石 只需要石頭跟骨粉 外加上一個靈魂粉塵 就可以製作出來 那靈魂粉塵的話 汪有24個 應該是足夠的 以及 汪之前有問大家說 請大家挑選一個 大家最喜歡的墓碑款 是我們第二個墓碑 就來做出那個款式的 來給各位看嘛 但現在汪汪有 四個靈魂之品 所以我應該所有的墓碑款式 都可以製作出來 安置在這邊 供各位參考 啊 既然 都要來布置我們的墓園了 汪汪像再來掏出一下 我們之前冒險時獲得的女神像 在墓園放置一個女神像 感覺就超級帥 超級有沉浸感 那這女神像還可以再升級 小白那邊的女神像是用金錠 做成一個金罐款式的嘛 我們就來做一個簡單的小花環款式 來給各位看吧 簡單來說今天這集 我們就是要來好好布置一下 汪汪家的前院 讓她看起來沒有那麼的荒涼 那在讓我們家的前院 變得更加豐富的同時 汪汪還想看看更多墓碑的話 可不可以讓我們的死亡知識點數 練得更加的迅速 對 汪汪今天這集還有一個終極目標喔 我希望我的死亡知識點數 練到更高等級一點 這樣子汪汪就可以用更多的點數 來提升我的煉金術師等級 讓我喝藥水的時候 持續時間會變得更長 那這樣子的話 汪汪的這個抗性武藥水 原本只有四分鐘的時間 說不定就可以變到六分鐘 或者是八分鐘這麼的長 再來跟各位題外話一下 就是這個四分鐘的無敵藥水啊 它還有一個前置 是一個兩分鐘的無敵藥水 只要用三貓精華就可以升級上去 而這兩分鐘的無敵藥水呢 要把它做出來的話 我們還必須要先有一個不死鳥的羽毛 做法的話是三個三貓精華 外加上 非原版的鳥類羽毛 用普通的雞羽毛是做不出來的齁 而其中汪有看到它有一個 青銅浩羽 那個羽毛呢是冰與火龍的一個金屬鳥 攻擊我們的時候會噴出來的羽毛 所以說我們要在這個系列量產出那個無敵藥水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抓一個冰與火龍的金屬鳥 回到我們家製作一個 採收它攻擊我們羽毛的機關 因此呢還請各位留給汪汪 超過1330的喜歡 你們給汪汪超過1330的喜歡的話 汪汪就找一集來去尋找那個青銅鳥羽毛的蹤跡 把它帶回我們家 我們就可以來量產那個無敵藥水囉 好了 該交代的就交代完畢啦 那我們就來 準備 備材料 有事沒事來到墓碑村 找到石匠村民跟他購買些許鞍山岩 再來到汪汪家小牧場的地下室 掏出些許的汪汪的午餐 剁碎午餐 把鞍山岩變成壓縮石頭 再把壓縮石頭 變回石頭 石頭骨粉再灑上一些神奇灰塵合成灰白大理石 就能夠來製作 棺材墓碑 上面一個寶蓋頭變成骨灰盒墓碑 四個腳點綴一下變成紀念石碑墓碑 最後還有吃雞雞形狀的萌阿波墓碑 忙完之後午餐還剩一些些 所以汪汪決定來到小白家 來到小白家的門前跟小白分享我的午餐 小白就快樂的噴出了這些帶有炫光效果的花花 我們來拿這些花花裝飾一下女神像 並在小白家門前插更多這種炫光花花 讓他感受到家的溫暖 材料準備完畢 在安置墓碑前我們先來安置女神像 再來跟各位聊聊汪的新發現號 就是我們之前放在墓園的這個展示架底座阿 我們放一些有命名的東西上去的話 他會顯示出名稱出來耶好酷喔 以及汪有發現如果是放劍類的道具的話 他是插著看看我們這個炫光助能劍插在上面有夠帥的 所以綜合整體呢汪就做了一把有命名的金劍 我們把他給插上去上面顯示出女神茉莉安 對汪最近被紅月逼著去玩馬騎英雄傳了 啊女神茉莉安呢就是馬騎裡面女神的名字 而且茉莉安他還有一個女神石像 所以汪覺得放在這邊剛剛好 我們就來把這個女神石像給安置上去 好吧只剩下女跟安了茉莉被擋住了 沒關係汪汪還有替代方案跟這個展示台相同的模組 還有一個東西叫雕像 我們來把這個雕像大不盡的給塞到女神的頭上 拿起有命名的道具嘗試放放看 喔好名字不會顯示出來 並且感覺好像女神多了一個眉毛他很生氣一樣 我們再試著塞一些其他的東西 哇女神的頭上多了一把 有RGB效果的劍劍 那再嘗試放放看金劍好了 嗯看來這個雕像不能顯示出名稱 汪汪超難過 既然都已經如此不進了 再不進一點點應該也沒有關係吧 比如說在女神的頭上 放一顆1.20即將會生出來的豬頭 或者是目光森林裡面的巨人之劍 哇女神的前面整個被擋住了 欸不對汪汪有一個全新的想法 如果我們把這個雕像也是塞在女神頭上 但是讓他往後看的話 拿起我們的巨人之劍再把他放上去 喔看起來像是一個巨大石石架在後面 或是連頭頂上的雕像也不要了 我們直接在他的展示台放上巨人之劍 哇看起來超霸氣 汪汪就決定給這個巨人之劍命個名 叫做女神像茉莉安 這樣名字會被顯示出來 只是中間被擋住 那我們不如就稍微打個空格 看看這樣子會不會稍微好一點 再次的把巨人之劍給插上去 猜猜怎麼樣 這一次女神像沒有把名字擋住 但是這把劍太大了 她自己把她自己的名字擋住了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汪汪不斷的把玩著茉莉安的肉體 聽起來有夠色 最後茉莉安被汪汪變成了 這個形狀就是剛剛頭頂上 有雕像的一個巨大石石架的樣子 並且下面的展示台呢 汪汪就是放了剛剛那個金劍直播命名模式 改成中間有 打7個空白劍的款式 不曉得這樣子 大家還喜不喜歡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汪汪喔 好啦 那我們接著 來看看這些墓碑吧 先來放這個紀念石碑的款式 WOW 她的地板感覺有點乾淨欸 我們到時候再 找一個灰燃的泥土把它的下面給遮起來 再來看看棺材款式的WOW 她看起來 這個黃金十字架很值錢 最普通沒什麼好看的萌阿波款式 還有最後的 木地骨灰盒款式 旁邊有著紅色十字架 前面有一個稍緩的樓梯坡度 再搭配上神殿桿的左右樓柱 一個希臘的感覺 五大墓碑齊聚一堂啦 我們就來拿起安卡的祈禱 嘗試看看連續對著五個墓碑周圍祈禱 我們的死亡知識點數 WOW 還是只加了一點太難過了 我獲得了什麼效果 純金色的幸運效果 不知道有什麼作用 總之看起來很厲害 那因為汪汪不能一次性的 對五個墓碑進行祈禱 我就重新排列了一下 他們的位置 首先有著信仰降生的 茉莉安女神像 我們就擺在正中央 周圍圍繞著各式各樣的墓碑 就好像女神像 能屁用這些 死去的靈魂一樣 這個感覺 不曉得各位還喜不喜歡 那今天這集汪汪就是 簡單嘗試 裝飾了一下我家的前院 下一集我們可以再看看這個 茉莉安女神像 究竟還有什麼用途 對她是一個有用途的東西 她不單純是個裝飾品而已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留言說 紅月很臭但我愛茉莉安 感謝各位收看 BBBBBB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哈哈哈哈哈哈 阿士說如果巨人之線 撤著擺的話 女神像就會長出超大鼻子 對 對 谢谢大家